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剛剛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好啦就在剛才我們這個黑子的籃球更新了 我們的這個FB官方 來看一下這次更新的內容 首先是最重要的版本更新 一些垃圾的更新跟一些卡頓問題 這個到底會不會修正呢 等到明天呢就會知道到底有沒有修正了 我們繼續來看還有改什麼內容啊 平衡性調整 巔峰賽比較重要應該就是巔峰賽跟這個比賽修正卡的問題 其他的話沒有很重要 欸不對這個很重要 奪寶自選包新增還有賓士成也的奪寶自選包 但既有的特訓道具並不共通 漂亮 漂亮 我只能說超級噁心 跟大家說明一下這個東西啊 你之前抽的奪寶的箱子呢 叫做V1 V1通通開不到後面兩隻的 所以你之前抽的呢就是白抽 他現在要多了一個V2 OK完美 我只能說還得是這噁心的東西 還好我沒抽 再來看他這個球員平衡性調整 第一個超級 球員於特定的狀態下超級屬性調整 這大概就是改重庭呢 或者是角色量嗆時超級機率提升 這大概重庭超的機率提升啊 你失誤你可能黃賴突破完被重庭這個超級提升這個還蠻合理的 接球 取消接球類的接球距離限制這個改動也是挺合理的 那射擊的球員有高尾、清風、大輝 清風跟黃賴本來就沒有這個限制了 所以主要有差的是賓士跟高尾 那這個改動我覺得挺合理的 不然到他現在把超級屬性改很高 然後又角色又要隔一段距離才能傳球接球發動 那就這盒高尾中角色特別的爛 所以這個改版的是相對應的大buff高尾跟賓士 卡位修復推輪的情況下 這個好像這個 這一類型的遊戲卡位一直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有改應該跟沒改一樣 指援蹲遠距離空階 站立要求時未進行正常要求動作 這個問題我沒發生過我沒有指援 小骷他稍微Nerf的這個小骷轉身的次數頻率 但說實話小骷有時候轉身 反而讓自己的板位不好 所以這個改動我認為應該是無傷大牙 只是就會更吃你的潛力 潛力高的人就贏 告訴你要課金 火神到我增加主攻能力 這個改動還蠻特別的 因為巔峰賽不知道有沒有Ban角 如果巔峰賽有Ban角的話 那這邊buff火神就會差很多 因為巔峰賽如果能按掉空間陣的話 這個全防陣的話火神的相對發揮空間就會非常大 土田的部分超級大Buff 這邊超級大Buff 這個土田13的中頭 那上一次有Nerf的一些角色的中頭能力 那其實我覺得全部的中頭能力都有被偷Nerf 所以這個中頭調高呢 我認為在Ban角後呢應該會對生態有影響 如果有Ban角的話 那這兩隻角色也是雙塔陣很容易出現的副板位 那土田就會有優勢 因為現在這個 這個叫誰啊 那個早川 早川Banerf的中頭導致第一球不好進 那這個土田就會相對應的比早川有這個中頭威脅優勢 所以這兩個呢可以觀察一下 如果真的有Ban位的話 小金井也蠻特別的 這邊也是Buff了他的 他其實主要Buff的是這個主攻高度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個跑動 小金井的缺陷一直都是跑動太慢 那現在把他跑動提升到90 加了5點跑動 而且又加了這個主攻高度 感覺啦 那假設真的有Ban角質 他這三個改版就是告訴你 雙塔陣要開始打了 那防守程度要拉高 否則呢你一定手不滿 所以這個地方的改戰我覺得還蠻合理的 賓士呢 各類突破甲頭真傳戰盡許多進攻優勢 我們稍微下調中頭來平衡這些進攻優勢 Nerf賓士 賓士沒有出多久 已經先砍了一刀了 他的三分球我認為已經有先偷砍了 但我還是覺得他三分球過準 這邊再砍中頭呢我覺得合理 他現在確實太OP了 而且有指援的情況下他開局就有一顆三分球了 所以這個中頭下調呢我認為合情合理 找個該死的角色去你媽的 問題修復 修復甲頭 接球突破時有時角色會浮空的問題 這個東西在上個版本我記得就有改這個了 現在還沒改完嗎 這個已經沒了吧 這是Ctrl-C Ctrl-V的失誤吧 綠堅針太郎為了更講究隊伍的戰略配合 這個蠻奇怪的 綠堅針太郎的接球速投 本來也有那個接球突然的 就是這個 取消接球的範圍限制 但他裡面沒有講到綠堅針太郎 會不會綠堅有這個接球速投的限制 因為如果你有在玩這遊戲你會發現 那個誰啊 那個那個叫誰 那個誰來著的 我後來看一下名字 突然給忘了 日向 對對對 日向很多人在開大的時候 洗球的時候很多人都第一拍就把球給日向 但如果你洗球沒有等一下就把球給日向的話 日向會沒辦法接球速投或接球後撤 但這裡面也沒有提及到日向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綠堅針太郎 所以他改這個我覺得蠻奇怪的 那到底有沒有去修正到 我剛講到兩隻接球角色 如果那個接球類型的角色這兩隻都沒有夾到的話 那會有點傷啊 因為綠堅針太郎其實本來傳控就不高了 那這個傳球呢又會導致於這個 因為你傳控低的話會導致你被截球的機會提升 所以這邊就是相對應了NRF空間陣 那這個改動就蠻合理的 他BUFF這三隻 然後NRF這一隻就是告訴大家 他媽的不要再給我打綁架陣了 給我好好的練防守 所以這個地方呢就是相對於NRF這個空間陣 不要讓空間陣這麼的強勢 那這邊又BUFF了這個深山 所以就可以很明顯知道這個版本的方向性了 這邊把深山的這個 投籃的主攻時間又加短 減短了又更難蓋了 導致於深山會更好甩球 那就變成了現在的版本就會傾向於雙塔制 不管是雙塔頂頭還是雙塔單核的黃賴清風 那都會在這個版本受惠 那這個應該是想要讓這個版本回歸雙塔啦 就蠻明顯的 高尾修正這個 時機櫃出發的問題 這我不知道 沒這角色目前沒什麼感覺 黑子則也調整黑子的機制 希望增加他在場上的防守能力 那他直接BUFF他的跑速跟主攻能力不就好了 他現在是提升他在開大絕的這個減球的高度 提升換禁止投籃的觸發機率 同時完全禁止的點下去 爛 不夠強不夠強 黑子則也廢物 需要再BUFF 需要再BUFF 我感覺需要再BUFF 這個黑子還是太爛了 繼續罵繼續罵 大家繼續罵這個黑子就會繼續BUFF 目前看起來還不夠強 他那個跑速不BUFF之前 主攻能力不BUFF之前 被動超級能力不BUFF之前 都不夠強 繼續BUFF 繼續BUFF 以上就是這一次黑子籃球的更新 我感覺比較噁心的是這個奪寶的 這個奪寶製選箱 我只能說這個遊戲公司 特別的噁心 真他媽賤 早就跟大家提醒過了 這個有可能會出V2 國不起蘭 唉 真噁心 以上就是改版的速報啦 拜拜 我聽到你 觸摸 這就是了 感谢观看